大家好 我是曹伟东 在4月23号 我们的海警船在南海的燃野礁附近 对菲律宾的海警卫队的船进行了一次拦截 因为它要靠近我们的燃野礁 燃野礁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那你靠近我们的领土 那我们当然要对它进行阻拦 或者是进行驱赶 那么6月30号 我们海警船再次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 进行了驱离或者是说拦阻 为什么会相继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像这个事情一个是间隔很短 还一个就是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我认为这件事情和美国插手南海事务 这个搅居南海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在就是今年6月 香格里拉峰会上 就是这个美国防长提出来 就是要在印太地区 要维持美国的这种领导地位 而我们的防长提出来 在这个区域里面 应该就是由相关的国家 来共同的协商一致 解决相关的矛盾和争议 要排除外面的干扰 要增进互信 而现在就是美国要在菲律宾 增加四个基地 也就是在原来五个基地的基础上 军事基地的基础上 再增加四个军事基地 而且靠近台湾海峡 也就是说外来的势力 或者军事力量 插手南海事务 插手我们台海事务的 这种倾向或者趋势 越来越明显 那我们当初 当然要做出一些明确的反应 和这个表明我们的态度 第二呢 就是这个本来嘛 日海交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但是菲律宾的一艘破军舰 在那就是搁浅坐摊 也就赖在那不走吧 但是呢 我们签订了这个南海宣言 和南海行为 这个框架准则以后呢 意思还是要通过谈判的方式 解决问题 通过周边的国家 来共同的 逐步的循序渐进的 去解决问题 那现在菲律宾 是没有遵守这样一个协议 为什么呢 它在香格里拉峰会期间 是把美国和日本 这样的域外国家 把他们的这个海岸警卫队和日本的海上安保厅 船只拉过来 拉到这里干什么呢 进行 就是联合的执法 请问 在南海这个区域里边 用得着美国和日本的 这样的海岸警卫队和海上保安厅 这域外的力量 来在这维护这个海上的安全 或者是来这执法吗 就是那应该是周边的国家呀 那你当时也是签订了这个协议的呀 中国的态度表明的很明确呀 排除域外干扰啊 我们自己来解决 那你现在把域外的力量 拉到这来搅局 兴风作浪 那你不就破坏了一个协议吗 既然你不遵守这样的协议 那中国当然要向他提出警告 那告诉你任爱礁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没有什么这个再跟你妥协 或者是说跟你让步的这种可能 不要想 还有一点就是本来我们和平解决 或者谈判是可以啊 很好的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 现在你把域外的力量拉进来 不但不能给你解决什么问题 反而给这里的原来比较好的局势 带来了不安 带来了不稳定 带来了就是菲律宾的啊 这个安全上的更不好的状况 那么同时呢 他对我们中国的安全 也是一种新的威胁 因为这是域外的力量 不是这个域内国家啊 相互之间的矛盾 所以我们看你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的海警船 在这个任爱礁附近拦截啊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船只 就是说过去你到这来啊 巡逻船送个补给啊 或者是来转一转啊 我们也就啊 就是说通过协商的办法嘛 或者是说这个还有一些争议啊 那我们都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 协商的方式解决 但是现在就不可能了啊 因为你把域外的力量拉过来 我就是要对你驱赶啊 就跟你明确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想呢 通过我们海警船啊 这样的行为和做法 这个菲律宾方面呢 应该认识到啊 就是解决南海的争端 解决海上化解问题 还是应该遵守我们啊 相关国家签订的协议啊 就是南海行为宣言呢 南海行为准则这个框架协议啊 南海行这样办 这样才能保持啊 邻里的这个和平和互信 才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 才能够合作共赢啊 把域外的力量拉进来 只能是使地区的这个环境更不安 只能使菲律宾啊 自己的这个安全状况 受到更大的威胁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